这个查询就是刚刚动作做完之后的话,这个是属于那个聚集录下来的这个方法,我想这样应该蛮快的,以后的话有些功能如果你不会啊,至少可以录下来 可是问题就是说,其实他录下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再拉更好,所以我可以把这个sub把它复制贴过来好了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这边也许加上什么筛选业务简化好了,也许这边的话 其实我教各位一下,就是说里面呢,还有一些程式可以让它更简化的,那所谓的更简化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时候呢,我会把它做一个修改,哪些地方可以修改,其实有些地方呢,你改了之后可以让程式变得更精简,比如说这两行好了 其实他是B1 select,就是游标要放B1,然后select之后再,那select之后会产生一个selection啊 不过其实有的时候啦,这好像有点太那个什么呢 太有点是麻烦,所以我通常会这样啦,我干脆就不要selection 而且他是帮你做筛选 那这边一样做筛选 所以我的习惯这样啦,干脆就不用上面这两行了,为什么,因为底下本来就是要筛选 所以呢,我们直接让他在active sheets,就是目前游标放的 可是我特别注意啊,如果你担心说你那个sheets,不一定是放在第一个工作,因为总表才需要查询 可是有些同学忘了切回去,然后就做查询 那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话,你可以把这边改成什么,sheets 不一定要叫active sheets,你可以sheets1 第一个这个sheets 的什么呢,range 那第二个可能有几个状况啦,也许你这地方 2500,可是如果将来你有个表单,那那资料会增加,不一定是2500 现在是2500啦,到2500裂,可是会增加 那如果说呢,你这个地方还一直2500,那查询了之后,底下的就查不到了,新的资料就查不到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嘛 2500你可以怎么样 and 不要2500 以后的话用追踪的 怎么样追踪呢 前面好像讲过了 用从哪里呢,range 双引号 从A1好了,比如说游标放A1 点 end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加一个什么and 然后呢,刮胡之后 去向下追踪 追踪到哪里呢,追踪到最下面的那个,取得哪一个呢,取得它的列号 那这个列号呢,就会自动帮我放到 这个地方 那现在是2500,可是以后如果不是2500的话 那它就会是 追踪之后的那个列号了 你可以按照,比如说,建档日期部分 去做追踪 那一栏呢,它会去追踪到 这一栏的 比如说,A栏的 A1 向下,Ctrl向下 去追踪到 OK 那所以,其实只是把什么 这个吧,应该 各位 看得懂这个吧 这个前面有讲过了 反正就是 就是往下追踪 那本来是2500 这个时候你只要怎么样 把它2500删掉 后面加一个and的符号 and 串接一个什么 一个 它到底是哪一列 那因为回传回来是数字 如果串接之后,它自动会帮你转成是文字 就把它放在后面 OK 好,那Autofilter 第几栏 第三栏 那条件的话 Criteria就这一个 底下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复制 它这边是select 然后Ctrl序的向右向下 其实我教各位一个更快的方法 你以后 如果有需要类似的 你就是记得一个什么 Range A1 点 什么呢 叫做Current C 就是Current Current Regio 你就打一个大概CU吧 Current Regio意思是什么 更简单理解 把优标放A1 就是目前的范围的意思 目前范围就是 反正他找到的那个范围 Current Regio 对不对 然后呢 做什么 点select 不用啊 你不用点select 因为点select 之后再copy 那你干脆讲 点copy就好了 点copy 他怎么样 就直接 连这一行都不用了 所以刚刚 Ctrl Shrub 向右向下 还要再copy 都不用了 本来有什么 先select 然后Ctrl Shrub 向右向下 然后再 然后最后再 再把它copy 不用 一行就搞定了 有没有发现 这样有没有更简单 而且很好记哦 这东西不用背 用久了你就很习惯 尤其是这个叫Current Regio 这个超好用的 Current Regio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说反正呢 你游标放在哪里 它延伸出去的那个范围就对了 OK 这个我还蛮喜欢用的为什么 因为他马上就帮你全选了